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很多学生常常问我说 到底在英文学习上面 他们遇到很多的障碍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 到底要怎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其实有三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来帮助学生在学习上面 能够更加的往前推进 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常问就是 到底文法是不是那么的重要 是不是一定要学文法 你的英文才会变得很好呢 我想这个答案其实 要建筑在你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那一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 在比较初阶的时候 我相信文法大概它所占的一个重要性 并不是那么的一个重要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那种的初阶学习里面 你应该是只要会最基础的一些文法 那另外呢 再加上一些呢 所谓的一些智慧 那时候应该是智慧最重要 就能够把你的意见给表达出来 比方说一些英文程度 还不是非常好的同学 你可以想象看 如果你到一个餐厅里面呢 或到一个商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不太需要太大的一个文法 但是呢 你需要一些单字出来 你可能直接跟大家说 How much 这样子呢 人家大概就已经听得懂这样子 然后跟着之后呢 你可能会跟人家说 如果你觉得太贵的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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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这样子讲 然后跟他讲个20$20 那这些呢 是没有文法一些句子 在刚开始初阶学习的时候 但是呢 你的英文学习的一个过程之中 当你学到越高阶的时候呢 你的文法相对来讲 它的一个重要性就越来越重要 而且我也常常讲呢 不可能你永远都是停留在一个最初阶的地步 那你必须要往上面来爬 那最后呢 还是建筑在你的一个目标上面 看你最后学习英文的一个目标是为了什么 比方说 如果是一些比较像国际型的一些考试的话 像托福或IOS的话 那当然你的文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必须呢 那呈现出呢 国外读大学 至少是大学以上的一个英文程度 不管在听说读写上面都是这样 特别在写的上面 那可能你大概十句话里面有九句话呢 可能要有一些所谓一些 英文文法上面一些复杂的句型 像子句啊 或者是被动词 之类的一些特殊句型 甚至不包括一些 导装句的一些句型 所以呢 取决于你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还是你学习的一个目标上面 文法越来会是越重要 OK 第二个呢 关键的问题 学生常常问的就是呢 在背单词的过程中 单词呢 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像不断地背 不断地忘 然后不断地忘又不断地背 所以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他们呢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 或者最有效的方式里面呢 把单词给背起来 那我们这边呢 会建议同学呢 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自首字 跟加字法的这种一种 学习的方式 那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应该是知道这种方式的 特别在英文的学习过程中呢 那很多的字呢 它有自首跟自为 那不同的一些字呢 只要加上这样相同的自首 或自为的话 它就有共同一个概念在里面 比方说我们跟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当我今天有个dis在前面的话 通常呢会是一个 相反的一个意思 那比方说呢 我们在后面加个place place呢是地方 那放字的意思 当动词的话 那你displace呢 那你就是放错位置的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 自首加字法的一种方式来背 所以你只要记得呢 前面的这个字 那后面这个place呢 是你本来背的 再加上去 你意思就有两个字意在这边 那另外呢 自为加字法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自为呢 比自首呢更加重要 因为自为呢 它不止呢 是把我们的字意给带出来 而且它就把词性呢 都可以带进来 那比方说呢 简单一个自为加字法 比方说我们加一个 我们说一个homeless 后面加个less 通常加了less 在后面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 也是否定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所以你看前面是home 是有加 那加上less 那就是没加 换句话说 你再形容一些 那种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就可以用homeless people 这样的方式来形容 所以这是一种呢 基本的可以让你呢 学习到 背英文单字的时候呢 不断地加强 不断地加强 你的单字量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说一个 一个情境式的方式 在学习英文上面呢 如果你有那个环境 然后呢 在那个环境里面 来学习的话呢 照着它一个环境的方式 来走的话 学习其实更加的事半功倍 比方说 大家都有去过机场 但是从来没有人呢 一进机场之后呢 就把进机场之后 所有的单字呢 一路下来呢 你见到 通通把一次背起来 那如果您这样做的话 其实呢 在场景里面呢 它是比较容易来记起来的 因为它有些影像 有些人 有些图案 可以帮助你来加强 这个字的一个印象 比方说呢 当我们在讲到机场的时候 你一去机场 第一件事情 大概你就要先问你自己 我今天到底是要去 哪一个terminal 换句话说 我是要到哪一个航下 所以航下这个字呢 自然而然呢 你就会把它给记起来 跟着之后呢 哪一个terminal 可能要考虑一下 你到底是所谓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的航下 还是呢 我们所谓一个国内的航架 我们叫做 domestic terminal 那换句话说这两个单子呢 你也可以跟着记起来 接下来你可以问你自己 知道航架之后下个步骤呢 你当然要知道 到你今天是要呢 离境呢 还是路径 如果是我们的离境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departure 如果是路径的话 那是arrival 而且这些字呢 在机场里面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你可以照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这样子走下去 跟着之后呢 你到机场之后 那你车停下来 下个步骤 应该是把你所有的行李 给拿出来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行李 在英文上面怎么讲 一次来复习一次 比方说呢 我们有所谓的baggages 或者是呢 luggage 甚至呢 包括我们的suitcases 甚至包括我们的carry-on bags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行李 那你当然甚至可以 再往下看一下呢 你可能需要一个shopping cards 或者通常我们称呼为呢 package baggage cards 这些呢 通通呢 都是照常的一路下来 那当然 以我们时间所限 那其实呢 你可以一路一路这样子往下讲 讲到你上飞机 再从飞机呢 下来 拿了你的行李呢 离开机场 这是一种 情境式一种学习方式 那 又比方说呢 如果呢 你今天去那个超级市场里面 也是一样 你进去之后呢 你买什么东西 然后到哪边买 然后跟了之后怎样 然后最后买单的时候呢 出去的时候会经过些什么地方 一样你可以一路下来 把这数的单子给记起来 那这些呢都是呢 帮助你记忆你的单子一种方式 最后不要忘记 单子呢 记了背 记了之后呢 如果不记得的话呢 千万不要太担心 因为这是很正常 你可以呢 再背一次 不断地强调 不断地背 然后呢 让你的单子量越来越多 第三个问题呢 学生最常问的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就是 很多学生觉得 他自己的英文不好 所以呢 不敢开口讲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不只是 台湾的学生有这个问题 全世界各国 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 大概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呢 好像文化的一个不同 那地方区域性的一个不同 有的人呢 他似乎是比较 大方一点点 比较害怕一点点 所以呢 他比较敢开口讲 那当然在学习上面呢 会更加的有成效 比方说 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从国外来的 他们都是一些外国人 那他们的第一语言呢 都是英文 但是来台湾呢 不到两短短的两个月 的时间 开始呢 中文都讲得非常的好 那我也很好奇 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学的 他说 没有啊 就是在一些 学校啊 机构里面啊 来上课 跟了之后呢 他敢开口讲 跟大家讲 那我也问他说 那你不怕人家笑你吗 讲得不好 他就很直接了当地讲 有什么好笑的 因为他本来 中文就不是他的低语言 所以我觉得学生 要建议一个 第一个观念就是呢 英文本来就不是 你的低语言 所以就算你讲错了 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 最主要是你敢放口来讲 但是怎样子放口来讲 这样子才能够学习的 有成效呢 那就是你必须要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适合呢 让你这样来学习 比方说如果你参加一些 所有一些课程的话 那例如在我的一个 绘画课程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学生也都不敢讲 给他一个题目呢 帮他分组 分好之后呢 都没有人敢讲 但是呢 随着学习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呢 进入在这个环境里面之后 慢慢的慢慢的 他们开始呢 发现 其实呢 就是一个语言 而且呢 只要你可能开口讲的话呢 那你就会慢慢的 不断的学习到 所以呢 到后面的时候呢 学生是强的讲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讲 那当然我们另外在 在课程中呢 也会呢 做一些比较 适合他们的一些活动 可能会举办一个 所谓的像 有奖真达一种活动 让大家来抢答题 这种方式 那这时候大家更是 想拼命的 这样子来抢的答 然后呢 才能够得到一些 一些奖品这样子 所以呢 找到一个适合一个环境 让你呢 在里面来学习 那这呢 可能会帮助你 那在开口上面呢 达到更大的一个 这种帮助的一个地步 所以记得 下次呢 选一个好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 参加个课程 然后加强你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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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